大家好我是乳秋風 你常常在礦坑裡面挖礦 挖不到鑽石、挖不到遠古遺骸嗎? 怎麼挖都挖不到 別人已經挖了一堆穿滿全身的裝備 你一顆都沒有 有沒有很不爽 今天秋風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下載超過一千萬 史上最作弊的資源包、材質包 沒錯 X射線資源包 超級作弊 保證你用下去之後 根本就是破壞遊戲體驗 用之前請審慎考慮 目前這個呢 是我們還沒有裝任何材質包的模樣 就一片很自然嘛 裝了我們這個X射線材質包之後 這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沒錯它已經支援到1.17了 支援的也太快了吧 看一下是什麼樣的成果 完成 世界就變不同了 有沒有 透視了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什麼礦物 下面馬上就看得到 這裡有一些煤炭 繼續往下挖 我們來到下面 欸我看到鑽石了 鑽石 馬上就找到了欸 就在那裡 這真的太作弊了 作弊到不行啊 我的天哪 鑽石馬上就有了 話說這個年頭也不需要挖什麼鑽石了嗎 找到鑽石好像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有鑽石了 證明一下這個是真的鑽石齁 我們來了 證明一下 真的是鑽石礦齁 有鑽石 這年頭已經沒有人再挖鑽石了啦 我們直接去地獄 看一下這個地獄 遠古遺骸嘛 那個 所有礦物都看得到喔 這個實在太作弊了 我不知道對這個 材質包 發表什麼評價了 遠古遺骸 一覽無遺啊 挖什麼 一堆人跟我說 啊用床炸比較快 用TNT炸比較快 啊魚骨最快 X射線 才是最快的吧 馬上就看到了 這裡也有 哇破壞 遊戲體驗的材質包欸 什麼礦都一覽無遺 那 還玩minecraft幹嘛 玩minecraft 不就享受這種 慢慢濃 慢慢頂裝的樂趣嗎 啊 開了這個材質包 啊什麼都挖得到欸 如果伺服器也挖 也可以這樣搞 那 不就破壞遊戲平衡了 哇有1000萬的人 下載過這個材質包 都在破壞遊戲平衡欸 有時候 別人挖礦挖得比你快 說不定 不是你比別人不幸運 是 別人用了這種 偷 偷吃布的方法 有沒有可能 看一下那個 呃 遠古遺骸大概都出現在什麼位置喔 這個高度 目前13 這個14 大概都是在這個高度啦 到這個19 目前都是這個高度 出 出的比較多 然後 每一個遠古遺骸 都不會太接近喔 這個 最接近的大概是這樣吧 隔一個chunk 欸其實也蠻接近的欸 遠古遺骸到處都有啊 只是你挖不挖得到而已 當然除了挖礦之外啊 你在地底下看到任何的生物啊 怪物啊 或是你在打UHC的時候看到 敵對對方 如果用了這個材質包 我相信一定被觀眾罵死 這太作弊了嗎 破壞遊戲體驗 還好我們的幾乎所有實況主 都是直播齁 那個誰作弊一目了然啊 沒這個問題 我們是最誠實的實況主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你問我這個材質包在哪裡下載 啊名字都跟你講了 你是不會自己Google一下喔 我才不要告訴你咧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你不懂就當作弊 睡著你 它們不懂的 但是你會ボス 我們要來吧 pressed探索 我們有可能aient張 想到你 就 под為了 現在對 那對 這不是警察 了嗎 你不懂嗎 搞不好 就是你 你不懂